我們要努力建立前面的位置 因為這裡已經是已經決定了 有關的棋樓地面的柱位 棋樓的柱位 裡面的這些牆的位置 現況先查一下 這裡的話 也包括陰面 包括火面裡面的相關的位置等等 大概已經知道了 那當然我可以知道這個意思 這個在我們移化街的接近臺北橋那一部分 大概也有一個保存方式 我想這個地方可能跟那一天不太一樣 可能先有一個現況我們在決定拆的位置 因為後面的那個火面圖 大概在第十六的部分 第十九頁的那個火面圖 也能表達得不夠清楚 就是哪些要比如說 這個更新單位 將來對第一面要怎麼留 怎麼修 或是屋曲面 或是樓板面 如果可以留的循勁來留 還有新價格 再來一條 所以那張火面圖 我今天也沒辦法透露說 應該留哪些 但我是覺得 這個不管怎麼留 大概要接接虛的問題 就是說 像這個要穿這個 跟文化的 跟這個大概都 我會想說同意 因為我們有另一個方式 這第二條 所以這個先有 既有的車位 我們在決定那個 該有該秀的證證 所以才會清楚 那第三個呢 就是有關那個二十一頁 就是施工前的 這個 就是對我們母親的保護方式 大概 只要加幾個原則性 第一個呢 施工前一定要先做拍檔 直接拍檔 才是理性責任 因為我想 文化局這邊 很敢上當一個工作的 這個更新的過程 因為我們還是比較跟屋主的 這個爭論等等 他什麼時候可以修 我也不曉得 但是呢 這個施工前的這個拍照 是一定要做的 第二個呢 那個表一啊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有關監測的部分 按照慣例的 一旦有相關的行動值 業值 等等都一旦寫 然後呢 現在我想科技也進步了 現在用 因為我們要用美工的啦 所以用電 就有這種傳證 那沒有不需要到每三間 這待機太長了 因為你周邊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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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程度太相當大 所以你來自動 那自動的傳道 自動的傳道的話 自動的傳道 那個 這個 這個就是這邊 還有行動 等問題馬上要行動 就是等三間再來一次等等 那當然其他行動呢 我就以出那個方式來做 好不好 那抱歉我來先理解一下 好 現在我們寫事情單位來做報告 好 現在我們寫事情單位來做報告 好 現在我們寫事情單位來做報告 OK 那個盛事單位報告 那首先這個 感謝各位委員 各位專家在這個擺盤之中 來這邊給我們指導 那現在就是我們會針對這個 我們整個在工程新建的過程裡面 這個文文樓周邊的這個處理 這是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是施工期間的保護措施 今天就這個來跟念 來跟各位來報告 下一位 下一位 那資料背景說明 剛剛已經說過了 那文文樓2006年指定為施定工程 那是當初是在日治時代的一個工廠館 我想這個背景資料 我就不如贅述 下一張 這是它的基本一些 宋都根裡面的一些基本資料 這些數據 下一張 那位置是在這個 基地位置在這裡 林下路的這個西側 那個歸崔街的北側 下一張 這個是現狂的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 都市更新的基地位置在這個位置 那麼這個 我們都在這個歸崔街的這個尾側這裡 那現在是在基地外 它不屬於我們的基地內 再來 那這個是當初我們經過測費 所畫出來的一個立面圖 那它大概就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那左邊這個是 在大正這個十五年時候的 一排街物在這個位置 那在整個設計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把它保留了 就是這個原子 這個原封貌的這個保存 建興古舊的一個保存 現在它並沒有這個歷劍或者是古蹟的身份 它並沒有這個身份 不過為完整的街物 還是把它整個保存下來 下一頁 下一頁 那我們再來 這張圖比較大 我們可以看到 都市更新的位置在這裡 那這個歐摩隆的位置 整個是畫在外面 那這個是一個模擬圖 就是大概在這個位置 下一頁 那這個是它的地面圖 那當初在這個都法局的都根的會議上面 是當初的決議是把它切開來的 那當然李老師剛剛有他的看法 那我們等一下 聽聽各位委員的這個財事如何 我們來配合辦理 那麼下一頁 那這個是這個位置 相關的位置的關係 那這個地方就是這個 這個歸水街的那個街區的位置 下一頁 那地下室的開蛙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也讓它保持了一個相當的距離 大概就是三米左右 有一個跟它完全隔開的下一頁 那它的周邊的處理 其實我們考慮的就是說 將來這邊 這個我們保留的這個空地 其實將來可以作為這個 我們這個歷史文化的這個解說 那這邊也有一個活動的廣場 對於整個公益來講的話 提供了不但保留這個街區 也提供了一個都市的open space 讓這個市民能夠來這邊活動 那同時呢 他也可以去參觀這樣子的 一個歷史的一個場域的精神在這裡 下一頁 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在這個入口 我們保留這一大正時期 15年的一個街屋 那在靠近零下路轉過去這個地方 這個街面也是保留下來 那這個歷史的位置在這裡 這邊是三米 這邊最窄的地方是1.92千 下一頁 那我們就是有考慮就是將來在這邊 包括這個街區的二樓 還有這個四周 我們將來都可以做這些解說牌 對於這個場所的精神 城市的記憶呢 我們能夠讓這個我們的市民 在沒有門票的情況之下 他可以參觀這邊 然後瞭解過去台北這個大道村這邊發展的一個過程 那等於是一些教育在這裡 那這裡提供了一個都市的活動廣場 那這個地方整個是穿透的 它可以沒有居宿的可以進來到這邊 那我們有設置了兩支到二樓的樓梯 二樓就是一個展示的長廊 下一張 對不起 應該應用這張牆 這張就比較清楚了 就是這整個圍廊都可以穿在一起 那也可以這個前面的旗樓 它是一個穿越性的 都非常的安心房間 那零下路那邊的可以都接在一起 那邊的旗樓是3.64 這邊的旗樓就是很特別 就是比較窄 是1.9到1.8米這個位置 在這裡 下一頁 那我們常常在講古蹟的這個規復裡面 就是最好的伯物館 就是正在使用中的伯物館 是一種動態的保留 而不是靜態的保留 就是只讓你參觀澳門鎖起來 我們是讓這個市民或者是遊客 他能夠進來這裡面 還是正在使用 那這裡的商家還是有他的活動 所以是一個堅固的一個考慮 下一頁 那這個就是它在周圍的那個 包括它的鋪面 也使用這個 就是台灣的這個瓷二傳 從這裡可以進去裡面 從這邊出來 那它也可以到達這個廣場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個 正在使用中的一個老街區 下一頁 那我們這張就比較大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當然黎老師有這方面的意見 我們等一下可以討論一下 那其實到了二樓 到了這邊的二樓 是一個展示的場 對於這邊的一些歷史的這個 回憶的考慮 對解說 下一頁 那事工期間 怎麼保護這個 我們讓它這邊在開花的過程裡面 怎麼確保它的安全 我們大概有七個步驟 大概是這樣 下一頁 那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用人工的方法 不用重型機具 用人工的方法 有必要就是用 破壞最小的這種水刀 把這建築 跟原有的建築把它切開來 那第二個 第二個步驟就是 經過結論計算 我們利用這個 這個遺詞支撐 這個可以把它保留在 先把它保護起來 我們再進行這個地下室的開花 那當然 我們也跟開發單位也有討論過 如果將來它是必須再保留更久的時間 那這個是可以有彈性的 並不是說就把它拆掉 就下一頁 那第三個就是 關於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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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安全的監測 包括呈現 包括這個機器 那就是會做在這個 整個施工期裡面的一個 都會來做 那第四個方法就是 這個是對我們現在整個裡面 最有利的方法就是說 我們是用逆打工法 並不是用這個 傳統的就是把它全體開花 它整個開花完以後 它這個土壤的擾動很大 所以是一個逆打工法 是對 確保它這個 對基地的擾動能夠最少 下一頁 那第五個步驟呢 我們也是考慮增強 地下室在它臨近的部分 等一下還有一張圖 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有做這個伏壁 做伏壁 再深一層的這個 保護這個 它周邊的這個 三個方面的這個 連續壁的將來的這個變位 那第六個步驟就是剛剛的監測 其實這邊的管理值 初步已經有 解構其實有考慮出來 就是在這裡 然後多久一次 就是它這個三天一次 幾次的計畫大概都在這邊 那第七個步驟就是 我們整齊完工以後 這個這個監測我補充一下 我們還有一個就是 即使是施工完成 還是持續的追蹤一年的這個監測 那第七個步驟就是把這個 把這個拆掉 把這個臨時的支撐操架 當然如果需要留更久 那也跟業主這邊也討論過 OK 沒有問題 下一頁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張圖就是 這個連續壁 地下連續壁的四個福利 增加了在這邊 下一頁 那大概不好意思 簡單的報告到這裡 那請這個各位委員再給我們指導 那我們來全力的配合 非常感謝各位的耐心 謝謝 謝謝我們請 都市更清楚 其實這個還不到 都市更清楚我這種 都法局的都審 來說明這個事情 請到第14頁 我跟各位說明一下本案的狀況 本案狀況是這樣子 其實我到任第一天 那是兩年八個月之前 就知道這個案子 可是這兩年八個月的過程當中 整個審查禁都 相當的膠著 所以到一個半月以前 在禁都審的時候 我就說那天的決議是 先進文字審 但是那天的決議文念 給各位委員 第五 結論的第一點 有關文盆樓周邊鋪面開放空間 及歸稅決測既有建築物的規劃方式 納入本案整體規劃設計 這是結論第一點 結論第二點 有關本案與文盆樓相鄰界面的處理方式 請禁送文字審議 第三點就是一項結論求證 我跟各位委員說明一下這個案子 就法的層次跟工程的層次 因為這個觀點很重要要移情 所以這一個都根案從這一點 這個綠色的點 以西這一些的所有權人有參與都根的地點 所以這個都根案有承諾 這一段要對文資的規劃要有交代 而且它的工程費是納入這個都根的工程費 這是第一點跟各位說明 同樣這一點以東亦然 因為這一些所有權人都有參與都根 所以這個建造費 舊建築物再利用 新建築物 舊建築物再利用 再講一次這一點以左這一點以右 它的建造費都屬於這個都根事業 好 這一棟文盟樓的建造費用和本都根案無關 它是文化局要去處理的 好 這是第一點跟各位說明 我如果有講錯 請各位更正 原始在都神的時候 因為已經教主好幾次動不了 所以我們就講說 即使文資神 但是都根的原則 對不起 都聖的根重要的原則 就是這一邊的設計 這一邊的設計各位可以看到 這些參與者 他原來沿著街面 現在他未來的新建築物要在後方 原始這個除了尊重保留之外 還有通透性 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到設計單位的一些意象 出發點是這樣的 而且還有樓梯電梯讓嬰兒車讓 讓輪椅可以到二樓的夾層 來看到這個歷史建物 這是跟各位說明的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當天的文字 就是都神的時候的文字 並沒有講米老師剛才講的 這兩段是不是要連續 所以這個等一下要開放給各位委員討論 但是從工程的觀點 從剛才的說法 如果這個1.92跟3 它要連續的話 那我認為當然也是聖的福公司 在未來做自己的都根事業的時候要連續 第三點 聖的福公司剛剛才提了很多的保護設施 以及未來的修復的可能性 但是我知道得非常清楚 我也怕他們的說法引起委員們的誤解 那不是他們要做的 那是文化局有另外一個 古蹟保護工程 因為既然這個產權還是私人產權 文化局還在和私人產權的所有者來討論 以上 謝謝 謝謝 那我們請登基發言的日水協會 來發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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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請問一下 各位委員 大家好 好,我是四肢村的佩宇 那今天呢,其實是在文龍龍 這個季上次2015年之後呢 再度送金文治省議 那今天是討論跟都會有關的 那今天我也才知道其實我剛剛有兩個部分 跟之前參與都省會議的落差是很大的 這個我等一下會點出來 那我只是今天是出乎有幾點是想要跟各位委員 要跟參與得到各位來說明 第一個部分是,其實我們知道34條是非常重要的 施工不能影響到古籍,這個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這其實也是基本的 就像剛剛已經有討論這個設計整體規劃各方面這些事項 所以呢,因為它只是最基本的 那我們認為其實也是不足的 第一個是因為各的委員大概也都知道 包括文化局也非常清楚 即便是在議題上保護了這個 文龍龍這個古蹟的建物 可以免於新建工程的影響 但是也都沒有辦法抹滅 現在,文龍龍作為一個工廠管 它是一個技權古蹟 最重要的命脈也就是工廠精神 即將因為這個投機客五組靈利品的驅離 而被斬斷的事實 這個我相信各位委員跟文化局都非常清楚的 第二個也是我今天最主要要講的 也是我剛剛前面講說 我認為跟都審的決議 還有之前林青蓉副市長召開的這個會議呢 其實是有落差的部分 可能有些委員不知道 其實在6月22號都市設計審議 包含剛剛林局長也有講到 其實是有針對這個文龍龍歸瞬間 這八棟就是從141到155號的建物做討論 那今天其實很多委員應該有實際上來過我們了 我剛剛有一些照片 這邊我就不再多做說明了 所以第一個部分我想要請問文化局 我剛剛有針對立建這個部分有輕輕帶過 那我想要請問這個文資的聲明的認定 登陸歷史建築到底具體的這個辦理的進度跟過程 不然就說沒有了 這個我們也非常的驚訝 第二個我們附給大家的這個會議資料裡面 有我們的這個聲明 然後跟也附上了在今年1月18號的時候 副市長所主持的這個會議的結論 其實是有說 這個結論要用原子原構造一鏡的原則方式做處理 那這個一鏡呢如何認定 其實在剛剛的這個圖上呢 依然看不清楚 就是他畫了一鏡 那到底是用什麼樣子的方式保存 那現在這個圖面跟當時候 府籍會議這個市政府的一個政策方向的立場 又是什麼關係 對所以主要是這兩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呢 其實也是要跟各位委員知道一下 我很快我再一分鐘 要讓各位委員知道一下 其實在 再讓我講最後一句話好不好 最後一句話可以嗎 來 其實這支村呢 在這二十年 用很長久的時間 其實有非常豐富的歷史 網路的這些調查 其實都充分顯現 東西上的公共街是非常重要 跟周邊產業的關係 包含這一條街 以前整條街 包括很多建物都是工廠館 所以這部分我認為對台北市的進度 是非常有意義的 所以請跟各位委員呈身考量 謝謝 好 我們請大陸去封鎖 好 還有雙年底的辦公室 我們請相當地ING 各位委員 師傅 各位 luxurious taken 要救災 本身就很困難 各何我們那一份是一個消防公道 有時候左右會有一些障礙物 比如說 靈停車 腳踏車 摩托車 救災會延誤到 如果延誤到一秒或兩秒 就有可能延誤到一條人命 更何況我們營梯車 是要八米才能救災 要八米才能救災 我希望不要囤著僥倖之心 證明說不會出事情 但是萬一出席事情的時候 今天我們這些決策者 一定要負起所有的責任 文化資產的保留 難道會比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重要嗎 像那個房子蓋起來 26樓 我們那邊是一個建修豪門設施 就是9樓到14樓的建築 那以後那邊怎麼救災 生命財產刊率 我希望能照以前的規劃 退到八米下 你像重慶北陸跟華爾北陸都十幾米 零下陸跟重慶北陸像我們那邊說六米 那以後零下陸到成的陸 以後都跟各退八米 退兩米兩米就等於十米了 那根本更無的都市計劃發展 如果說政策錯誤是比什麼都嚴重 真的像理想我也不想答應給自己罪了 文明羅竟然話術 都跟為什麼還要保留整個結構 我感覺我們無法只在替他們量身定受吧 周遭注目 大家都反對 我希望能夠尊重民意 其實古蹟也有後移的先例 像林申北陸法國辦在對面遠雄建設 他有一個封城古蹟 他都往後移了 為人民生命財產 為什麼我們這隊不能往後移 我希望文明羅竟要注重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有王世軒議員辦公室 是楊先生嗎 來 主席 各位委員 還有局長 那這裡代表議員這邊簡單發言 就是說我請各位能夠尊重當地民的意見 因為他這個有很多經常理應跟我們 他有理解跟我們誠意這件案件 其實這個姿勢體大 尤其這個救災的部分 請各位鄭主 謝謝 好 謝謝 還沒有登記發言的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是請那個 剛剛要登記發言的 這個大會 先行李請到旁邊的 就一句話來 來 請給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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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剛剛還有一位登記發言的 人民民主政縣 沒有吧 沒有啦 好 現在我們提前委員來做審議 主席要有報告 我怕在這邊報告 他大概有幾點 第一點其實根據95年11月的決議 他文諾樓旦本體是古蹟 周邊其實有幾個附帶決議 就是剛長的那個虧稅接待的那個 地面跟那個街區的問題 他其實是說要採權的同意 都登陸成歷史建築 大概文化學從95年以後 也有跟民眾溝通 一直到現在 其實剛才委員都可以看到 街區的民眾學 包括議員 包括理財務 包括理財務 其實反對的 大概贊助絕大多數 絕大多數 我的意思就是 剛剛也可以看到大概包括 都希望能夠改建 或是做保存 所以照這個決議 其實文化學的感覺 不是沒有聽說明 那再過來是 其實3450 都是希望在都更 跟這個國籍之間能夠協調 那相信這個今天 包括這個畫 我們畫出的分散 也是大概是似乎在 歷次會議裡面的一個努力 最後決定的一個方向 以允許先說明 那 6、7月剛才也有在場的民眾反應 就是律師村民問 其實在另外一個 古蹟本體的疆癌的 歸屬的問題上面 大概6、7月 6月有請文字委去做先看 然後報告管理維護 跟修補再利用 跟緊急的 處置的方面 都有請 屋主要處理 那也在7月份 去過兩次的文 請他們 要再依期限 那也就是到8月前 會依28條的期限 跟106條的部分來辦理 當然最高的 最嚴重的部分 可以到開發或是徵收 這個要跟所有委員報告 這個會有另案來審理 那我們在 其實要跟都省或是文資會議之間的關聯 我想最後還是要依據 深色單位提出的方案 也不是說哪一次的會議 所以今天深色單位送進來的方案 其實是報告立面跟廣場 讓委員可以給一些建議 可是還是要就今天實質方案來做審查 不是哪一位長官說過 還是要依深色的方案來做實質審查 那最後也希望就是 可能今天主要的是在 提出來這個方案裡面 那文化理還是有一些建議 就是剛剛 李老師也講到一些監測或公法上面 包括剛剛委員林居案這邊提的 我們覺得那個部分還是要請委員 給一些實質上的意見 就是這樣的方法 其實對普及本體是不會有方案 那這個經費的部分 我們切 就切開部分的經費我們有的益力啊 因為不是我們要做這個切開的 可能深色單位還是要付這個經費 那我們基本體的休息單是一個文化 OK 李克勒主席 李克勒主席 我再做一個補充說明 因為剛才陳情人有提到106年1月18號 林青龍副市長主持的這個會議 那剛才田復也有提起這個會議 我把會議的結論的第一點 就是剛才曾經民眾引述的那一點 我再把它唸一次 也就是說剛才田復應該要講說 這有定一個原則 但是請各位委員等一下審查的時候 有這個原則 但是有關這個綠色立面這邊要疑於審查 結論第一點是這樣子 有關基地南側歸稅側之街屋 以保存原子原構造一鏡之原則進行修復 並延伸到寧夏入歸稅間口的轉角處 留一個齊樓單元裡面可收頭等等 那那個田復我 就我知道這個文盟樓本身 當然已經指定成為古蹟了 那這一個 您剛剛說的是這一段 有民眾希望他 文字會要指定成為利監 但目前維持他還不是利監 是不是這樣 對 那個是就是我剛講的 15年的附帶決議 他其實是尊重民眾自行的一種意願 但是到目前為止的溝通是沒有的 沒有的所以在達不到這個決議的情況下 其實包括這個都更也進行 三四五點就是在都更的程序上是可以進行的 其實在說明這樣的事情 謝謝 也就是這樣子再跟主席跟各位委員說明一下 所以林副市長的這個會議也是因應 即使還沒有指定 甚至會不會指定都還有他的程序在 也是希望這個深色單位可以尊重 才會有在都社的時候有先提這個意見 以及今天做的這個修正 好 以上 謝謝 以前委員審議 我們來請問 我延續那個剛剛米老師離開之前說什麼 那我分兩點表達一下我會的理解 第一點 那個針對古蹟文盟樓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有兩段 就東段跟西段言歸隨階的理念 其實跟文盟樓之間其實原來是有連接的 那我也同意跟那個支持就負依剛剛米老師的意見 在理念跟齊肉的延續性上應該確保 這是以文盟樓為出80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 剛剛米老師其實有提到 就是有關文盟樓東西兩側的林屋 當他消失的時候的安全性的疑慮 那我覺得也回到文盟樓原來的特徵 因為他是街屋 那左右兩邊那個基於共同壁的關係 那個林屋其實也提供了部分結構安全的支撐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在這個設計裡面 可能以目前的那個開放空間的方式 而沒有提供足以支撐文盟樓壁體 就是那個共同壁壁體安全性的設計 我覺得有疑慮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可能要補充處理 這是針對文盟樓的部分 那針對剛剛幾位所提到的那個立面的部分 那從林居長剛剛的補充說明裡面 我先確認一下 因為現在東西兩側 因為地下室開挖的方式不同 那右邊的部分 東側的部分應該是重建對不對 那西段的這個部分是重建還是舊 也是重建的 好 那就是依照原有的形貿重建 那為什麼你們基地不全部開挖 這是我個人的疑問 回到我要表達的意見 那左右策利面 應盡可能維持原有形式 那依據剛剛的說明應該沒有問題 那我要補充的一個建議就是 那個回到P6頁 好 這是西段的那個地面 那我先談西段 那個西段的這一個建築物在日本時代 其實是應該是同一區開發的 那個一起開發的一個房子 那這個房子其實有它立面的特色 從這個圖上面來看 這個收尾組是錯誤的 那個總共八個圈 這個籠圈 二 四 六 八 二 四 六 八 那這個房子我們當時候去 95年會堪審議的過程當中 為什麼會有那個附帶決議的建議 這個房子其實也是有特色的 那只是我們當時候的標例其實是針對我們 那什麼樣的特色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東西兩段最末端 其實是有收尾的 其實不一樣的 形式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的第三點特色 建議就是 這一段重建的這個部分 請務必在詳細的設備現況之下進行回復 那目前看起來 挖圖面其實都是不對的 各位可以看西側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不太對的 然後另外整個立面的延續性 這個部分如果是因為重建的關係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也要參照現在的狀況 那東段的部分呢 因為沒有圖 那個文盟樓的東段這個部分 因為沒有圖我頭上說明 其實文盟樓的立面其實是跟東段這種房子是一起開發的 所以基本上它的基礎的立面其實是一樣的 當然不同的事情會有不同的增改界的動作 那我建議這一段以及東段的那個立面一樣 你知道西段的這個立面 在詳細測位記錄的狀況之下進行重建回復 另外依照我三點的建議 好 謝謝老師 還沒有其他文盟樓的什麼意見 既然我們現在只保存這個 就是西側街屋的立面 那因為它其實也是只有聖任的立面而已 那這樣子的話 為什麼要用訓練的方式呢 因為它其實現在這個立面的狀況其實也還不錯 而且它原有的施工任器 你現在做其實規定能夠做到施工任器 但如果你用同樣的保護方式 用鋼架把它保存放 然後開挖也沒有開挖到這個部分的話 它其實是可以保留的 那其實它不見得會比較貴吧 我覺得是用程度可以考慮一下 那還有就是後面用那個褲子二磚 就是那個中間褲子二磚的部分 其實齒二磚不見得適合用在戶外附近 下游到它其實很滑 這個部分也請考慮一下 謝謝 好 還有沒有其他委員提及 來 提供開挖單位的參考 這個開挖單位首先要把這個街區的延續性 都把它保護起來 這個很非常地肯定 但是呢 用1米9 1米9 1米9十號到底是什麼算數呢 這個三公尺 這個看起來就 鐵門口就變成是 左邊右邊又變得不對稱 那最重要是對整個街區的那個延續性 延續性都破壞掉了 所以這個跟我們在文資保存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反而把褲子二磚的那個 跟街區的這樣的 延續性的這樣的一個特色 就把它切斷把它破壞掉了 所以你不是保護他 你反而是破壞他的警官 所以應該想辦法說這個有沒有那個必要性 為什麼一定要把它切開 這個是第一個 先肯定 但是呢 提出來一個疑問 那第二個 我們今天文資討論 基本上是說 開挖單位也提出來了 對這個文盟柔的一個維護的想法 但是我所了解的 這個文盟柔跟這個地方 雖然沒有說納入無意見 但是這個是整體的要維護 所以應該開挖要最整體的維護 整體的維護 這個整體性的維護 還有什麼開挖對它這個基礎啊 建築本身的構造 你要怎麼去維護它 現在當然提出來的七大手法 這個都有幫助了 但是呢 你在這邊大樓開挖施工 這個這麼長的一個古蹟建築 它都沒有地下室 那你只是說我用力打 然後我在古蹟這邊做架固 但是它的這個外觀有沒有會遭到破壞啊 有沒有去包覆啊 有沒有去做遮蔽啊 這些都是在古蹟保存裡面啊 還是有需要要補充的地方 這是第二個 就是在維護計畫來講的話 可能還要再做進一步的一個 再補充 那現在長條形的這個保存的這個街屋 還有文蒙樓 還有它的東廁建築物 跟你這個地下室的開挖 我覺得把它分開來 把它對它不好 為什麼你不能夠把這個建築物做局部的 甚至說移動啊 暫時的 把你地下室開發的部分 靠南北邊 應該是靠基地裡面 你地下室開發好以後 把這個部分完整的 它要做局部的切割也可以 把它移動 移到裡面去 暫時先避風頭 所以你地下室做好了以後呢 我先搬過去 然後你在這個街道 沿著街道這邊去做開挖 因為你街道這邊 又把它避開來 這個地下室沒有前面開挖 那你採取了這個 我覺得這個 在對你們開挖地獄來講的話 這個地下室沒有開挖是很傷的 然後對結構的 文蒙樓的這個結構的保存來講 它把它變成一個困擾 因為你這個地方的土地 是不是這個能夠保持得住 我們知道台北市這邊都是沙城 它的地下室如果很深 或是你在開挖的時候 你有做一些降水的收水的措施的時候 這整排啊 這樣的一個進度 在長方向 短方向進度不夠的狀態下 你這個地下室沒有左上的手裡的話 這個我覺得這個保護搜尋 還要再加強 這是第三點 所以我第四點是想說 有沒有一個方式能夠把文蒙樓跟這個建築不要切割 然後呢完整的保存 那你這個地下室可以往前再開挖 全面的開挖 甚至於文蒙樓的基礎呢 以後都可以做落在你這個新的建築物的基礎的上層 那這樣對文蒙樓的保護呢 我想覺得更永久 它的這個保存的年限可以更好 因為它有更好的技術 所以這個應該才是我覺得 應該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方式 那文蒙樓這種5G維護第五點 它的所有的費用是因為你開發單位要來 文蒙樓坐邊做這些開發的行為 所有的維護費用 我們到目前為止在文字法裡面 文字的個案裡面 都是由開發單位來負擔 不應該說你把它做個簽個以後 我蒙樓的它的保護的費用、維護的費用 要不要其他單位來負擔 這個在我們很多 不管是迪華街的個案 還有台北市的一些大型的大股的開發案 你只要是動到我文蒙的身份的建築物的話 維護計畫就是你要來寫 維護的費用也要你來輸 甚至於保存我未來的這個文字的建築物 能夠永續經營 也應該要納入你的考慮 所以文蒙樓未來可能變成你大樓的一個 可以做跟你大樓結合的一個使用的空間 那不要說就是把它簽個的方式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想這樣的一個所謂 結合的這樣的一個開發的案例 這樣才能夠兩絕其美 以上提供個人意見 謝謝 好 謝謝 還有其他物語要講 謝謝老師 基本上我覺得這個 不管是跟男人的協調 這個協調 這個協調 能夠把這個 這群人來保存 不過就是說 我們保存 保存 就是新作 如果說我們新作的話 總覺得好像有一點 微善不足的感覺 我們花了很大力 就能留下 就要把材料送來 那我理解很可惜 因為你們現在這個 這個基礎的開發 並不到這個地方 至少在這個 利面上 遵守 利面上遵守 利面上遵守 利面遵守 我覺得比你們很困難 在歐洲 很多 很多城市都遵守 利面遵守 但是利面保存 然後你們也遵守 然後你們也遵守 當然你們也要去 創作 遵守 那事實上 這個 裡面 我們可以看出來 目前這個 國外單位 調查 你看這個 整個建築都變形了 然後你們說 我覺得更仔細的 去稱為 保存一下 我們既然要 補遵照 要做 因為我們講 補遵 或者是 你現在補遵 這個要保存 最重要的 還是它的真正 如果說你真正的 我們就給它 這樣 這個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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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你把它拆掉 我覺得 絕對幹部 唯一的 可能 覺得幹部 這個部分 還是 那我個人也 這個 接到 裡面去 還是 我是覺得 這個部分 並不只是 不只是 大衛的 一個 大概叫 四次 包括 我們 我們 在台北的 我們 做了很多 我看到說 最近 北樓的一些 裡面的保存 不是裡面的保存 裡面的房座 很多老間的 還有一些 好像 這個 四柱三串的 這個保存 就很好 但我們 而且我們保持下去 改得下 對 房間的問題 那也就是說 裁法 如果說 能夠